大家好 这两天有一位南方的花友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时候适不适合给幸福树冬检 其实我们判断是否要冬检 只要看天气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所处的地区在10度以下的话 就需要给它做冬检 如果在10度以上的话 我们只需要正常养护就可以了 虽然说它生长慢一点 那么在冬检之前 我们该如何养护 才能保证它在冬检之后 能够正常的储存养分 不会受到冻害 来年长牙更快更粗壮 因为这个时候气温还是相对低 虽然说不适合冬检 那么它的新牙新叶生长会变得比较缓慢 但是它的根系还是会不断的在生长 不断的在储存养分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养护幸福树要以养根为主 所以最适合给它促进长一些新根出来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就是用这种快速生根粉 因为这种快速生根粉 它不单可以促进幸福树的根系快速生长 同时又可以给它补充大量的营养物质 因为这个生根粉跟其他生根粉区别很大 它里面含有各种微量元素比较全面 比如说铜铁铅还有蒙这些微量元素比较全面 所以说这个时候给这个幸福树使用这种生根粉 效果会非常的好 给它促进生根的同时又能给它补充养分 那么它这个根系发达了 吸收的养分的能力变强了 在冬减之后就能保证它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好了这就是在南方我们如何养好幸福树的一些技巧 一方法也希望对大家有用 我们下一期再见